接下来信念法师要来告诉我们如何面对病苦 人生有种种病苦 人参悟起智慧的人 人借由生老病苦 更能兴起慈悲心的精神去帮助别人 因此生病时可借由关照病争和自己的身体对话 翻下怨念及激怒 学会以大自然与六道众生共生存 阿弥陀佛 大家好 现在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 怎么样去面对病苦 众所周知 台湾可能天天又是车祸 要么前阵子又一个八仙城暴 这个脆弱的身体 随时都可能发生无法预料的 很难去预防的疾病 在佛教来讲 本来就是无常的 用心的力量还是可以改变 比如说你的射身 你的身体明明就只有三分病 可是你把它想成七分 这样就会无形中加重了 你的身体就算已经病到七层八层九层 可是你放轻松 往好处想 很乐观 自然自然也就消夜 身体会觉得轻松起来 如果您已经在病痛了 在困苦了 希望您要不要确认 希望您一天 尽可能吃素 减少一些愕缘 也让身体清安 进化下来 那面对病苦怎么办呢 您还是可以听听 或者念念观音菩萨 或者是欧密佗佛 因为有时候靠人的力量 不容易转化 真的很辛苦 面对病苦有七项方法 分别是 忏悔过去 身心放松 放下执着 念佛慈咒 聚集人量 诵经消灾 止光酸韵等 多练诵阿弥陀佛 或蓝魔观世音菩萨 或是六字明咒 有非常大的利益 以及不可思议的功德 慈送慈咒 人消除业障 救人救苦 是离苦得乐的最佳良药 法界新闻 黄文艺 高雄采访报导